百萬名車高速行駛而來 一面撞上 對象來車後再彈飛出去 巨大的撞擊力道 車可零件瞬間在空中四散 一號早上八點多 台北橋上這起恐怖六車 連環車禍 三十四歲的料性駕駛 當下汽車逃逸 肖勢的駕駛把車一丟 在台北橋上來了計程車 就回到家裡面躲起來 目前警方就在他家門口堵人 但他怎樣就是不開門 目前不開門 目前他沒有開門 用事要先申請搜索票 還有半晚上就進去 因為不能進去 警方持駕票破門逮人 料性男子還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和女友雙手上鋼 被員警從住家裡抓出來 事發當下 他一路從北市大同區出發 上橋後疑似車速過快 一連撞了六台汽車疑似酒駕上路 沒辦法反應 因為大家都是停著的 靜止的狀態 而且它真的開得很快 我看到的時候是想說慘了 然後下一秒已經完全 我想說整個車子都飛起來解體了 事故現場第一台車嚴重毀損 輪胎和車體分離上左傾斜 後面的車子也很慘 車門板進都凹進去 車禍當下生死一瞬間 我車輪的左肩輪已經往後退了 連潰縮了 然後車門也卡死了 我是重複架下來的 事故發生當下正值上班尖峰時間 佔據外線兩車道大回堵 所幸意外沒造成人員受傷 但這一狀不僅後續得面臨龐大的維修費 流行駕駛心虛照逃 有沒有酒駕恐怕也難逃 法律責任 三線新聞及哈密傳聽如太愛報導